上個禮拜的部分 就是入門班的上課重點 我講過了 我有把它錄下來 其實我每個課程都會把它錄一下 然後做個清單 所以總共上了有 20段影片 20個section 那相關的影片在YouTube上也有啦 所以如果你要參照 假設你上次上課有些地方 漏掉的話你可以再把它 稍微看一下 裡面包含就是說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 其實你在做樞紐分析表之前 你還是一定要記得一件事 就是說你的資料是不是已經把它符合 樞紐分析要的一個所謂的資料的正規化 因為很多人不太了解這一點 所以丟了一個東西給他 樞紐分析表他當然 有些格式不對啦 不對之後的話呢 你說產生出來樞紐分析也就不對了 那更不要說樞紐分析圖了 所以很多開頭的部分 就會產生錯誤 那所以呢 我們在那個 通訊產品的那個 這個單元裡面的話 有講到有說正規化的部分 正規化裡面的話 我有提到 所以你可以雲南白板這上面 我有把它放一些畫面上去 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 就是大概 會有一些注意事項 所謂的資料正規化 就是說 你要產生的資料 記得 就要長得像 類似資料庫的 資料表的這樣的樣子 就是說 上方第1列一定是藍位名稱 那底下的話呢 就分別放你要的東西 千萬記得 一般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就是類似像我們底下 給各位的範例 這個範例裡面當然 第一個就是 叫你跟各位講說 第一個 裡面的資料 千萬記得 不要是放這種什麼跨欄至中的 那跨欄至中的話 不是說只有在裡面的資料 連藍位名稱 記得有很多地方我發現很多人的資料 他的第1列跟第2列 他卻把它跨欄至中 那你跨欄至中就會產生 問題 OK特別注意 所以漆德 如果有那種格式上的不正確 記得一定要把它修正 另外的話 第二個就是說裡面 你要 你要去 比如說你要查詢的資料 順的分析表你要做什麼樣的比對 那記得不要是編號 所以我們可能通常 來的資料 也許裡面是放 編號 那你記得就是要把它 需要的欄位要把它做出來 比如說我今天是 區域的編號 那我要的是區域的話 那我就勢必要把它查出來 所以查的方法 比如說區域 這個旁邊你可以再查入一欄 那我可以什麼 利用那個 它的編號 去把這個對照表裡面的資料查過來 OK 這個地方的話 比如說我要把這個 它裡面有 第一欄裡面一定是它的編號 第二欄的資料呢把它帶過來的話 那可以在這邊 插入一欄 把哪一區哪一區 把它查過來 另外的話呢 產品編號可以查到 它裡面的那個 產品名稱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要 產生一個樞紐分析表 前面會有一些前置作業 那就是需要怎麼樣 需要把這些東西給變出來 所以是上次的第一個 第一個課程 裡面的話最重要是用到VILO函數 可以幫我做 查詢 不過呢 這一點可能要還要一點特別注意說 如果 其實VILO函數有一些限制在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就是說如果你查詢的 這個對照表 剛好的形式是這樣 就是說呢 它的編號一定是放在第一欄 你要查的東西是在第二欄以後的話 都可以查 比如說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都OK 你查的編號剛好放第一欄 用VILO函數是不會有問題的 可是有一種情況就是說 你要查的資料 它的編號可能不是放在第一欄 可能是放在第二欄 或者剛好 他第一欄跟第二欄 位置顛倒了 那如果是位置顛倒 你就不能用VILO函數 去做查詢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知道說你要用別的函數去查 其他的話可能比較常用一下用index 不過index可能要配合那個像match函數 那也就如果你不懂的VILO函數 以外的其他查詢函數的話 那你可能就會做不出結果了 做不出結果怎麼辦 你可能就要塗髮鏈膏 塗髮鏈膏大概就很浪費時間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也許後面我們會再 補充 一些 範例 讓各位了解 就是說有些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 該怎麼處理 那還有呢那上次上課 因為 一時興起 因為我自己本本身的專長就是 這個跟城市有關 每天也是 剛剛講到那個跨欄之中 對對對 你說剛剛那個 第一列都有跨欄之中嗎 對 第一列沒有啊 這個這個裡面沒有跨欄之中啊 對對對因為他只是欄寬拉寬而已 那如果說你跨欄有跨欄之中的話 他變成說他無法辨識 到底是你是 在哪一個儲存格的位 因為跨欄之中變成說你是好幾個儲存格 他沒有辦法知道說到底你指的是哪一個儲存格 所以跨欄之中 對於那個 樞紐分析表是一個還蠻大的問題 所以這部分 那當然很多同學之前問問我說這怎麼辦 就沒辦法你又把它改成沒有跨欄之中就好了 把它恢復成我們要的樣子就對 因為樞紐分析表他本身的規則 OK這個地方不是我們自己定的啦 因為你要用他的工具 你就要符合他的遊戲規則 大概是這樣 所以主要我們要了解說 他到底要什麼樣的資料 我餵給他什麼 他就正確了 至於說你衍生出來的問題都是因為你前面的資料不正確 所以呢如果你 想說奇怪為什麼樞紐分析表出來怪怪的 他跑出來的圖也怪怪的 那你就要去想說原來是源頭的問題 OK如果你這些源頭都解決的話 那我想之後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OK所以基本上的話 大概主要是強調 上次 講到的部分大概是這些 另外就是說如果像 有 常常每天都要做 比如說像跨欄之中這些動作 你要全部 一個動作 一個按鈕按下去 全部都搞定的話 那你可能 如果你經常性要做的話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寫成程式啦 這部分的話就是 可以用VBA去實現 程式雲端上也有啦 其實那個按鈕按下去 全部的東西 就完全就搞定了 OK 其實還感覺還蠻好的 因為很有成就感 等於是你可能要做十幾個 二十個動作 可能在瞬間按下去 他就幫你把所有的動作都做完了 那當然如果你現在是一個工作表 突發鏈還可以啦 可是如果你有十個二十個三十個工作表 每個都要這樣做一遍的話 那你起不累死了 所以倒不如怎麼樣 可以把它做程式化 但是這部分 其實真的是有點難度啦 因為我發現上次好像講到程式部分 很多同學都快震亡了 OK那沒有辦法啦 可是 你如果不寫程式 好像已經沒有更好的方法 所以目前當然不是只有在 企業界啦 連那個我們教育部108年課綱 已經把程式設計列為中學 必修課程 而且以後考試 升學考試 也會 把那個程式設計列為是 一項成績 所以以後如果 小朋友要升學的話 這程式設計恐怕要先修了 而且對岸已經把 程式設計也列為他們高考 高考其實就聯考 避考科目之一啦 那也就是可想而知 以後那個 寫程式這件事情 已經是變成必然的 那只是說可能在你們現階段啦 因為你們 可能在學校教育裡面 還不見得一定要學 所以這個當然我只是 先把這東西放上來 至於其他的部分的話 我想 這個 枷薇做個複習一下 其他 那個樞紐分析表之前 我還有講一下 就是說 你不見得一定要用 樞紐分析表 也可以完成的話 那裡面背後呢 可能要 就是你要統計的話 如果你不用樞紐分析表 基本上也可以幫你統計出像比數 像銷售額 像單位 那銷售額跟單位是 條件發生再加總的話 這個比數是 計算比數的話 基本上在 Exail裡面呢 也有兩個 函數 如果計算比數是 Counif 如果是計算加總的話 是Sumif 那其實呢 樞紐分析表背後幫你做的事情 就是這兩個函數做的事情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簡單的報表 其實說真的 倒不一定 非得一定要用樞紐分析表 你有時候就自己怎麼樣 把Counif、Sumif加總 結果報表就出來了 那 為什麼一定要把它在位到樞紐分析表裡面 再跑出來 結果當然也是一樣 只是說呢感覺好像 用 函數來解決 好像似乎簡單一些些 所以這邊 我們上次上課的重點就是提到 一個檢疫報表的製作 那最後的話就是把這個 這個樞紐分析表把它拉起來 其實 樞紐分析表的優點 就是它可以做成 當以前的資料是線性的 就一圍式的 從頭到尾然後蘭一蘭一蘭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它變成二維的 所謂的二維就是交叉分析的話 OK 比如說我們把什麼 把那個產品 把它丟到哪裡呢 丟到列的部分 所以這邊呢叫列 縱向的叫列 橫向的 叫蘭 OK特別是 這邊是列 這邊是蘭 那 縱向的列我放產品 跟它的哪一個年度 藍的部分呢 我是放那個 就是地區 那我可以做交叉分析 OK 那這個叫二維的 二維式的交叉分析 OK那這種當然如果比起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縱向的那個 循序的一維的 分析看起來其實會清楚 另外它還有做一點就是說 它會把裡面的資料 做一個群組 並且幫你把中間的這個中間的部分叫值啦 實際上英文裡面 它叫Data Data Field 所以中間的部分叫 DataField 那 這邊叫 RoleField 就是列啦 然後這邊的話 藍它叫ColumnField 其實如果你要寫 後面的程式啦 其實也 出來的東西都是用英文表示啦 所以基本上會分成三個區塊 那其實中間這個區塊 裡面的最重要就是說 到底裡面的東西是要做加總呢 還是要計數呢 還是要找它最大值最小值等等的 它有很多的計算的摘要的方式 還有它顯示出來你要百分比呢 還是要是裡面的數字啦 上次我們有練習過 所以這些東西呢你可以 把它稍微做個變化 讓它顯示出來的效果不一樣 最後你可以把它做個樣子 外面表格可以把它做漂亮一些 再來呢 後面呢 我們上一次還有提到最後再把什麼 把這個 表 把它變成圖 所以這個圖的部分的話 當然我做幾個動作啦 就是第一個 H你就直接把它丟到 那個 樞紐分析圖裡面 讓它變成 圖 因為看圖的話 相對會比較清楚 比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了解這個 比如說大哥大手機好了 它101年102年的變化 那你可以馬上看得出來 哇 它幾乎是那個 倍數的成長 其實看圖馬上一目了然嘛 但如果你看數字有時候看半天 還是沒辦法看到頭緒 看圖其實一下就馬上清楚了 所以如果你要去 老闆其實最喜歡看這個圖啦 你給我看這個數字給我看 你給我一堆的那個資料表他看到頭暈的對不對 樞紐分析表還是 還是算簡單 看圖是最簡單的 OK 那當然呢 這地方我們會有做幾個變化 包含第一個 我們就是做了標題 所以上面這邊我做了一個標題 本來這個上面這邊是沒有標題的 有這個報表名稱叫什麼 OK那你可以設定標題 那特別注意 因為 上次上次還有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每一個 同學的電腦的版本都不一樣 那 會有個問題 就是我的版本跟你們版本不一樣 可能畫面上面 你會發現找不到功能就麻煩 或者 即便找到功能 但是位置放的不一樣 尤其是做 這個 樞紐分析圖的時候 好像 會差異更大 那 沒辦法 因為 在這邊環境是開放的 不像電腦教室 電腦教室的話 反正 好處就是 每個版本打開都跟老師一樣 還有呢 電腦就有個好處 就是我可以 切換畫面 對呀 你們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實現在已經調得算清楚了 之前好像更模糊一些些 那只是說呢 他沒辦法切換 然後 有些那個 變因比較大 還有就是說 我習慣就是說 我會把那個 我的東西都全會放到雲端上 可是來每次來到一些 金融單位上課的時候 就有個問題 就是說 好像雲端你們都會管制 這樣對於上課其實是會有一些 不是很好的部分 當然 有些部分請各位就是自己在加強一些 那 今天的話呢 後面 對 剛剛那個圖表部分 把它做字中 放在這邊 字 把它放大 放大方法 我上次有講過 就是你可以點選他 然後常用改一下 另外的話呢 我把圖例 這個叫圖例 OK 這個圖例的話呢 可以把它由他本來是右邊 把它搬到左邊來 怎麼樣把它搬左邊 上次上課有提到 所以如果你假如 這部分不是很清楚的話 也許你可以把我剛剛那個雲端上面那個影片 也許可以再看一下 再來的話呢 還增加什麼 資料那個 增加所謂的這邊 叫資料標籤 那因為呢 圖上面如果說 假設看到圖 但是我要想要順便看數字的話 那你這個地方就可以善用 所謂的資料標籤 資料標籤可以放很多地方 可以放裡面 可以放外面 可以放中間 那我這邊叫什麼 中點外側 就是他最外面 我習慣放中點外側 怎麼設定 上次有講過 你只要找到功能 設定一下就好了 這個功能還蠻方便的 因為有時候 圖出來之後 預設 不會幫你顯示 它裡面的數字 但是如果你 圖跟數字都要顯示的話 其實用什麼 資料標籤 就可以很快的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其他的話呢 還有就是說 我希望讓這個數字更明確 那預設的格線 它只有主坐標籤 這一條叫主坐標籤 它的 什麼呢 橫向預設主要的格線有 但是次要格線沒有 所以怎麼樣把次要格線 也幫我畫出來 其他 這個也是要垂直坐標籤 水平坐標籤 如果我也希望這個格線出現的話 那也可以順便幫我把格線畫 格線畫出來的好處是 它會區隔的比較清楚 我也可以看到那個細部的數字 比如說旁邊這個數字 所代表的刻度在哪裡 會比較清楚一點 不然有時候 自己這樣看 還要在那邊比 尤其最右邊的那個data 有時候你光看那個 它到底數字大概多少 有時候比較辛苦 所以如果 有沒有 那個格線呢 也把它顯示出來的話 這個地方效果就會比較好 所以次要的格線 這個上一次有講過啦 只是說 你的功能熟不熟 所以往後的話 這些畫圖的相關 功能呢 如果都可以把它 加上去的話 那效果會更好 另外的話呢 這裡面背後的叫 繪圖區 那繪圖區我用一個叫 漸層的效果 並且 為了讓那個 感覺 有希望的感覺 所以上面有個 太陽光 表示說 影像陽光 所以我後來又加了一個 漸層效果再加上黃色的背景 就會有這種效果出現 那其實設定非常的簡單 真的不需要花太多力氣 可是卻有 意想不到的效果啦 所以這個有點 在你工作上有畫龍點睛的效果 因為 畢竟你做了很多努力 但是最後你那個圖就畫不好 感覺上就是 功虧一貴 最後那個 畫圖的 所以其實反而我覺得 大部分人還是喜歡看漂亮的東西 視覺化 所以現在 習慣就是最後的那個視覺 所以要怎麼樣把圖 畫得漂亮一些些 這點可能要花一點力氣 那上一次上課也都有提到 要怎麼樣把它做出來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花比較多力氣 而且你們 課後有下課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變化出各種的效果出來 然後呢把你的那個 最後的圖也把它畫得 更讓人家感覺 眼睛一亮 這個部分的話是 底下有些動作 我會把那個畫面截圖都放在這邊 但是這個截圖 比較是適合是那個 Excel的2010的版本 那 如果你是舊版 或者是新版 這真的比較麻煩 所以以後乾脆是不是上課 要 統一一下那個版本 不然的話真的是比較 因為不然的話我看很多同學 看到我的畫面 跟你們畫面不一樣 好像停頓了一下 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也找不到功能 只好看我表演而已 所以這個 就麻煩了 不過如果在電腦教室比較沒有這種問題 因為大家都有 一樣的東西 OK所以 這個是比較麻煩的點 不過至少啦 我跟各位講說 雖然版本不一樣 但是他的觀念 他的 功能都一樣 只是放的位置不一樣 那你恐怕就是要 自己稍微再找一下下 OK 那這個是 上一次的那個 第1題部分 的相關重點 那再來的話 就是那個第2題的重點 就是 我有講了一個 因為這個表本來是全部都是什麼 全部都是 編號 那我要一鍵全部把這些 都變成 那個 就是名稱的話 那我講了一個VBA最快 真的蠻快的 按下去之後呢 全部都變成我要的那個 畫面結果 但是這裡面可能會有個問題啦 就是要寫一點程式 當然程式會不會很困難 其實 理論上 就是改幾個地方而已啦 當然就是要花一點時間 不過他的作用真的很大 因為本來你可以把 大概15個欄位 的所有編號 一鍵按下去呢 全部都 幫你做好了 那如果你會這個方法的話 真的 省掉很多麻煩 很多 尤其你資料越大的話 那省的力氣越大 OK 那這個是上一次上課 另外的話呢 還有樞紐自動化 不過這自動化也是 花很多力氣 其他的話呢 再來就是 就把那個我們的表也做出來 那 方法跟 前面講的差 最後也是畫一個 這個圖出來 只是說這個 這個圖 跟前一個最大不一樣 大概會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我把那個圖力 本來是放 右邊搬到左邊 那現在呢我把右邊 搬到上面 OK 這個是圖力 那第二個的話 上面也做了一個那個 圖表的標題 那標題部分的話呢 又跟上次的步態一樣 上次是 疊在這個圖上面 退除區 那我現在是把它放在它的上方 獨立出來 再來的話呢 在坐標軸 這個坐標軸多了一個 名 這個坐標軸的上面的那個標題 OK有時候因為你要讓那個坐標軸讓人家知道說這到底是算什麼資料 人數 可以看 總共有幾個人 人數 這邊把它顯示出來 其他的話還有就是說底下的這個名稱也可以設定一下 相關的標題 另外的話呢 這格線會讓它顯示 匯圖區也做變化 其實呢另外 你們也可以 在 未來 可以在 就是注意一下 在圖裡 跟 這個什麼呢 底下這邊有一個 你會發現有個灰色區塊的箭頭 其實這個不是裝飾的 基本上 這個東西呢 叫做篩選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今天呢 希望 快速的把 比如說 這邊有這麼多類別 像 包裝設計 一直到廣告設計 如果裡面有一些你不希望顯示的 比如說這個這幾個你不要顯示的話 那你可以用篩選的方法 他預設是全部打勾啦 那你可以把幾個你不要 做出來的你把打勾取消 他也可以 快速的幫你把那些項目去掉 OK 那達到就是說你那個圖表可以隨時 針對你真的想顯示的那個項目 再針對再來顯示 其他上面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 比如說你今天要統計的那個 主要的分析的族群 就是假設15歲以下不要的話 然後45歲以上不要的話 那你也可以利用上面的箭頭 做進一步的那個 圖表的篩選 OK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細節部分我想 還是就是可以再把它 稍微玩玩看 那 這主要上一次上課就是這兩題為主 那只是說因為那個程式部分 會 卡的比較久一點 因為這個實在難度太高了 所以 也許在下一期上課 可能就把那個 程式大概略講 然後也許就是跟你們講那邊有東西 那 最後有一個練習題 那一題的話呢 就是 第三題 那不過這第三題 本來是給各位當練習題 因為我就 快速的講過 但是發現 好像 問題還蠻多的 我本來以為這個應該大家都很快可以做完 就後來發現 其實 不然 比我想像中問題還多很多 所以呢待會 也許我們就把這個上一次 的練習題 再把答案呢 重新再做一遍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說 我希望做到的效果 怎麼樣做 所以待會請各位 第一個 先幫我開啟那個練習檔裡面的入門 的資料夾 入門版裡面資料夾 那這邊有一題是 叫做PC硬體零件的銷售 這個系統分析 以及原始檔 那打開之後的話 其實基本上我們是要 把這底下有12個問題 分別完成 那第一個問當然 其實以後 這些問題我想你工作上也會遇到啦 反正就是 你的 資料 最後想要呈現出什麼效果 那的問題 有時候問題怎麼樣把它真正變成 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那你要怎麼去做 OK 那在做之前 我剛剛講過三階段 第一個你要把Data先變出來 Data 就資料部分 一定要符合樞紐分析表要的那個樣子 所以那個樣子的話 其實就在前面 123456 這六個就是我們Data 裡面有 黃色區域 還沒做 就是像你補上的 那也就是說你要把這些 全部補完之後 才有辦法做 這個動作 所以前面是第1階段就把 資料做 正規化 當然正規化之外就把它產生 那不過會有幾個問題喔 第一個請各位先幫我把那個 公式裡面有個名稱管理員 就開啟這個檔之後的話 接下來的話把那個 名稱管理員打開 那這邊實際上 就是已經弄好的對照表 不過 這對照表對同學來說好像 會有問題啊 因為這怎麼產生的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那這什麼產生之後要怎麼用 好像也不知道 所以乾脆怎麼樣 第一個 你們先了解一下 裡面的話 比如說像這邊限式代號 限式表 按下去 它會圈一個範圍出來 另外的話呢 這邊 在這裡好像是部門吧 第二個 代號檔 部門 這個範圍 然後呢 再來是這個是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產品吧 應該是分類吧 這邊應該是 分類表 OK分類表 那不過 已經幫你圈好了 但是你可能不太知道說這個東西到底做什麼用 不然乾脆這樣好了 就把這些全部刪掉 我們全部重來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要 從頭開始 那怎麼樣做查詢 所以請各位先幫我看一下好了 這個也許先開這個檔 然後呢把那個 名稱管理員裡面的 這個名稱全選刪掉 待會我們再來看喔 如何 建 名稱 建完名稱之後呢 再去把你要的Data 一個一個的把它查出來 查完之後呢 再把後面有12道題 分別把它做出來 OK 好 先試一下 先開一下 這個檔 谢谢观看